這邊完全就是重新改裝了 我只是分岔真是迷宮 應該全部都是怪體舞妹的啊 嗨大家好我是SENKA 我現在人這邊是JL大阪站的中央村口 然後想說今天帶大家逛一下 所謂的大阪梅田的地下街迷宮 今天想要去逛一下 揮體舞妹單 我們就一起看看要怎麼去那邊嗎 從JL大阪站中央出口出來之後呢 就往右邊走 過來之後呢 其實那邊是大碗 然後這邊就會有手不滴可以下去 我們要往地下街走 所以要往下面 下來這邊之後會可以直接直通大碗百貨的地下美食街 左邊跟右邊都有 再繼續往前的話就是往板繩百貨的方向 那邊就是板繩百貨 然後板繩百貨這邊左轉 直直走 這邊完全就是重新改裝了 我住大阪這麼久 每一天永遠都在改裝 然後變得超漂亮的 從這邊就一直直走就對了 板繩百貨櫥窗也變超漂亮 他的地下也會變得超漂亮的 等一下之後再來逛一下板繩百貨的地下美食街好了 過來這邊之後 就應該是大家最頭痛的地方了 非常非常的亂 而且現在又在改裝 板繩電車的大碗梅田站東口出來之後 往這邊的方向走 這邊就直接是YT5妹搭了 其實我現在也覺得我已經不好人在拿了 Mikke Mikke在這邊的話 Mikke就是賣很多衣服的地方 所以Mikke在右手邊 然後Furu會在左手邊 直走 這一整大區就是YT5妹搭 我們先去全之廣場看 但是 好亂喔 這個絕對開放外軌也是會迷路 連我都覺得有點迷路了 往全之廣場方向呢 這邊就可以出現 東邊的mall 北邊的mall 全之廣場是往東邊的mall去 所以 往東邊的mall出發 然後我發現連日期都有標示 其實應該也是不會迷路了 只是要一直找標示 大阪的高級超市 這邊還有一家非常便宜的賣糖果餅乾的店 MARUSHIGE 當然也有藥妝店囉 日本的麵包也超好吃的喔 真的種類很多 我最喜歡吃這個 牛奶棒 這是一家甜點店 這是一家甜點店 萌布朗 這是他一家那種古早味糖果的店耶 日本小朋友的偶像 麵包超人 進來這邊之後 就會進來美食街的感覺的地方 全部都是餐飲店 蘋果屋 他自從改裝之後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大阪的tondiki很好吃喔 他是豬排 再繼續往前走 好大起水產 有台湾豆花 燒豆花 豆花580 芋圓豆花780 到了 這個就是全知廣場 他已經不是噴水池了 他已經變成一棵 不曉得什麼東西的樹 神亮亮的樹 哈哈 也就是要來逛那個 紙末 那邊走來逛那個 舞蹈味的咖啡店 又來了 又來到這種分岔路口 我們走彎好了 我一直奔岔,那是迷宮 應該全部都是快題舞妹的啊 但就很多店 炸串的店 大家都坐在這種吧檯然後喝酒 竟然還有一家賣肉的,生肉 酷喔 這家冰淇淋也很好吃喔 Sweden 蘋果芒果 誒誒誒誒誒,吃一隻好了感覺很好吃 啊,美味一隻 美味一隻,你不要嚐一下 謝謝 好吃誒,好芒果啊 而且我覺得有點像百香果 口感有點冰沙感,好吃誒 冰淇淋很好吃 我們繼續往前走 好像這樣子的,歷史居酒屋 這邊也是歷史的居酒屋 歷史的炸串嗎 這一家,這家 阿蠻農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味噌肉 很好吃喔 你看看他有便當的區域 很讚誒 很讚誒 之後,直接出去做JR回家 感覺很厲害誒 反身擺過地下一樓 重新改裝之後 變得超厲害的 這草莓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草莓看起來好好吃喔 水蜜桃也是 還有賣台灣鳳梨喔 這排全都是高級的肉 你看看我發現日本人真的很喜歡吃鮭魚誒 可樂餅 當然還有大阪最有名的551紅蘭肉包啦 你看看 這一整條全都是賣甜點的喔 日本的甜點真的做得超精緻 光用看的就覺得很幸福 還有版神百貨呢 還有版神百貨呢 入住了非常非常多間 日本首間的甜甜店喔 而且我發現日本的這些 橱窗啊都會用得很漂亮很乾淨 好讚喔 欸,超多人在排隊的 大家都在排隊買這個 派 麵包店也一定要來的啊 日本的麵包真的種類非常非常多 每個都看起來超好吃 這一區呢是小菜類 像這種就是串重量的小菜 還有各種類的沙拉 這個是我很喜歡吃的沙拉 有時候經過就會順便買一下回家 有時候經過就會順便買一下回家 便當也超讚 炸串 忍不住跑來買這個串燒 這間豆梨的倒河壽司也很好吃 我推薦它的芥末口味 對我打算 дост 阿子歐咖 馬斯歐咖 一定要吃它的雞吃 补烏羊羹 接著呢就帶大家去這個Snack Park看一下吧 這邊有一點點像是美食區 但是它的座位都是站著的 紅豆餅 它現在快要做好快喔 日本這種可以看到廚房的櫥窗啊 都弄得很乾淨 我覺得吃起來也會讓你覺得很安心吧 就很危險 料好多喔 還要來百神百貨一定要吃他們的名物 いかやき 魷魚燒 其實它就是簡簡單單的一片 然後裡頭有夾著一些醬料 這個醬料很像是大阪燒的那一種醬料 有這種歷史的壽司店 還有發現一間這間賣亞洲料理 臺灣的店嗎 你看像這樣子大家都站著吃 大家覺得這次影片如何呢 希望有機會帶大家換換其他的地下街 還有其他百貨公司的美食街喔 那我們下回見 謝謝大家 對 謝謝大家